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真相一一一揭开 却有更多谜团出现 到底是谁在说真话 又是谁想隐瞒一切呢? 我是嘉裔 今天继续来看 第二声领响第三集 兄女的身份终于揭晓了 他是艾玛杜兰 在一间脱衣酒吧工作 而他的老板就叫汉尼拔 也在這邊認識了金咪 一位老鳥的脫衣舞女 兩個人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原本以為一切都會很美好 直到哈尼拔了壞脾氣 讓她開始厭倦這樣的生活 而為了能夠順利的逃脫 只能夠將她的好友金咪拋棄 自己獨自一人來到了修養院 恳求院長幫助她 這才使她有了葛七身之地 只可惜外表能夠改變 內心深處卻無法 於是深夜時分她變回愛馬 早上又變回瑪莉亞 雙重身份的她找不回幸福了 與瑪特見面之後 洛琳娜便開始了解狀況 透過一個又一個的詢問 見瑪特與大嫂瑪拉反應很淡定 看來從她們身上得不到答案 直到她得到當天的保姆名字卡拉索拉 才結束了這場質詢 等到洛琳娜離開現場之後 瑪特手機的電話響起 伊拜賽斯詢問她有沒有跟歐利比亞說什麼 在了解她什麼都沒說後 並表示她什麼都不知道最好 她也不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而伊拜賽斯究竟還有什麼陰謀呢? 不到解決之後 洛琳娜便被一個男子攔下 她叫烏戈納瓦羅 就是前面有提到 住在瑪特準備要搬過去的新家對面 也是最一開始瑪特大學時期 起衝突的對象 她透過警察朋友找到洛琳娜 這個時候不免讓人懷疑說 她的警察朋友是誰 而這個人為何如此神通廣大呢? 鏡頭來到馬特與羅伊這邊 羅伊正在分析歐利比亞的資訊 並將範圍縮小到警間的飯店 只是她要馬特有心理準備 因為歐利比亞肯定有秘密沒有跟她說 他們開始檢視歐利比亞筆電的搜尋紀錄 發現了一個未知的人名 調查之後發現這個人是退休的警官 羅德里哥蓋亞多 而這個人正是當時開車撞馬特 並拿槍對著她的男子 這時馬特緩緩來到廁所 想起當時歐利比亞接到電話 將廁所門反鎖之後 她瞬間意味到了什麼 拿起衣旁指甲剪 將鏡子的鎖環拆下來後 發現了一個空洞 裡頭放著一把槍 到底當時打給歐利比亞的人是誰? 這一把槍又是誰的? 洛琳娜與同事正坐在沈溫室裡面 對面坐的是卡拉索拉 在對談的過程中 沒有想到當天不是她在顧 不斷的追問下 她終於說出那個她找來幫忙的人名 馬特 洛琳娜根據手頭上的線索 來到了索尼亞的家中 那這邊補充說明一下索尼亞的部分 索尼亞是當時馬特犯下的密案中 丹尼的家屬 而這些年馬特一直以索菲亞保持聯絡 並有著說不清楚的關係 在索菲亞的家中 她從索菲亞的老公口中 發現了全新的線索 當時在馬特所待的牢房裡面 有發生疫情密案 對方也是跟丹尼一樣摔斷脖子 只是差別在於她在牢房前的走廊摔下去的 洛琳娜來到監獄找尋那些跟馬特同住牢房的犯人們 從他們的口中得知 馬特原本在監獄裡面是個好人 在牢裡的四年徹底改變了她 從原本的斯文小生 開始轉換心態 勤練身材 只為了等待時機 將不該活著的人 送往該去的地方 而她還得到額外的線索 那就是修女瑪莉亞 曾經來過這個監獄 她來的原因正是漢尼巴 所以瑪莉亞可能見過馬特 甚至馬特有可能跟他們接觸過 馬特的嫌疑越來越大了 洛琳娜回到警局 正準備請求長官認可行動時 卻發現案子被特案組的長官收走了 他們不能再往下找尋真相了 到底這個修女究竟藏了多少的秘密 馬特在得知是烏哥打小報告之後 直接衝去她家賭她 沒有想到她一臉囂張的模樣 讓馬特一氣之下甩掉她手上的水瓶 當她氣噗噗的開車離去之後 烏哥看著地上的水瓶 立刻想到了一件事 鏡頭回到修養院 兩名特案組的警探來找校長 從她的口中我們能夠知道 這個校長過去有支援過艾瑪的媽媽 眼前證據確鑿 才逼得她說出艾瑪的事 不過當地奧追問錄影帶一事 校長直接表明從來都不知情 卻從抽屜裡面拿出一封信封 裡頭裝的是一把保險箱的鑰匙 是艾瑪交給她的保命符 看來這些位置的錄影帶 將是整件案子的重要關鍵 當馬特回到家裡看著手上的槍 腦中又閃過許多的畫面 看似毫無意義 但卻有些重要的場合 使她趕緊將手槍放回原本的地方 這把手槍真的是她放的嗎? 還是是Olivia放的呢? 洛琳娜原本待在家裡休息 卻被爆馬仔烏歌找上門 從她手上接過水瓶之後 洛琳娜馬上拿指紋來掃描 沒想到這一掃 還真的沒有任何的對比結果 代表馬特真的是無辜的 當他們看著局長離開之後 恰好電話也響了 是英國警方傳資料過來 發現上次他們找的指紋 是一名西班牙退休警察 除掉艾瑪的兇手就是 羅德里哥蓋亞多 另一邊羅伊找到了關鍵性的畫面 發現蓋亞多出現在某間的飯店門口 將馬特接到之後 驅車前往飯店 準備救出Olivia 第二他們也來到世界銀行 準備查看保險箱內的東西 卻發現保險箱內 還有另一個保險箱 還需要另一把鎖 誰又擁有另一把關鍵的鑰匙呢? 洛琳娜也接到同事的來電 說找到兇手 羅德里哥蓋亞多 只可惜當他來到現場 對方早已棄絕身亡 馬特在進房間之後 便遭遇襲擊 羅伊衝上樓去找他時 發現房間有人在喊救命 打開門一看是Olivia 可是房間裡的其他人呢 馬特又去哪了 這一集的資訊量有點爆炸多啦 首先是艾瑪與嫌犯的身份找到了 不只說明艾瑪與機密的關係 連他幕後大老闆也獻出了原型 甚至還提到他帶走了秘密 馬特其實沒有看起來那麼無辜 修道院院長也沒有說不出的過往 大家心中都藏著許多的秘密 不到最後一刻 誰也猜不出真相 讓他爭取得多的秘密 過年